高丘啊 半信半疑的 松开手 他坐下 那么我来问你 这你是从天珠峰来吗 哎呀太尉 这党事兄弟 是忠于太尉您的 他们一见我就把我捆绑上 我知道天珠峰不许任何人去 他们绑我 我不挠 用车把我送到您这来 那你怎么这样来见我呢 高丘又把眼瞪起来 您不知道半路上有人截丘车呀 他又把眼晴截车的事说了一遍 高丘这气 他上下打了 古木空心里说 你这个该死的东西 如果我天珠峰这只人马 要是用不上 就是叫你给毁了 我应该劈了你呀 那么这个党事兄何在 我不知道他跑到哪去了 我想助他一臂之力 把截球车的人抓住 结果截车的也没抓到 关兵也散 我只好就逃到您这来 好好好 古焦头 你来得好啊 来人哪 又外边叫进个旗派来 赶快在后面背酒 与古焦头压惊 把古木空乐坏了 受宠若惊啊 别看我到天珠峰去闯这么大个祸 太为待我还是不错呦 其实他哪知道 最后这几句话呀 他都差点把高丘给气哭了 高丘心说 我 我真就应该立刻宰了你呀 现在不到时会儿 等我把晴天柱的事情弄清楚之后 我再找你算账吧 古木空刚到后边去 又进了个棋盘 骑兵太尉 这党师兄求见 高丘心说 行啊 姐这儿就开始热闹了 鼠带鱼的一波接一波 名他如内 是 党师兄进来之后 见着高丘 就把他们在天珠峰怎么看见的古木空 而古木空又说 他是奉了太尉的君子 又抓住了宋江 结果我们跟他要您的手遇 没有 即使你宋江 没有 鸟他全都编的是瞎话 这肯定啊 他把眼线给带了去了 请凯卫宁赶快传令 天珠峰我们不能呆了 这只人马已经不能再在那儿隐藏下去了 晃个地方 高丘气得直多疯 心说你以为那是一把酸脑啊 掏出来之后挪个地方 能行吗 往哪儿去呀 我还不知道天珠峰最为隐蔽 这块地盘要是没了 哪儿找去啊 就得把这少人马拉进太安城了 不能这么说 当然将军你们弟兄做得很对 应该将古木空上榜 不过 不过古木空交头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他不会把什么眼线带到天珠峰去 啊 此事就不要提起了 你赶快回到大营 把那匹马和宝剑与老夫送来 吩咐人来啊 上党二将军 实定大营 把党雄给打发走了 搞求 一个人在屋里头 转了好几个圈啊 他想个主意 把主意打定之后 吩咐人请军师来 把小子房张力请来 现在的张力可不像在筑军庄那时候 那不过是个土财族的谋士 如今小子房已经成了高求的军士 经常跟精明殿帅太尉高求平起平坐 那身份高多了 进的门来先十一里 不知太尉换我哪旁使用 军师请坐 等小子房坐下 高求这才把古木空和党士雄 所说的这些事 一五一十都跟张力说 张力问他呀 太尉您打算怎么办呢 高求先叹了口气 哎 清天柱保温他 他辜负了老夫这片心 我在天子面前保奏于他 万岁重赏清天柱 品其为神州泪如 脚平四寇 却想到画人画虎 人心皆肚皮啊 天子黄恩他不报 与梁山接了亲 赵燕清为序 放走几十语 想这样的人 想这样的人还留他何用 老夫想讲清天柱 展 高求下边的话还没说出来呢 后窗户下跑了一个 谁呀 升铁佛 那么大的升铁佛怎么跑这偷听话来了 不是 他是来找高求 想要跟高求说一声 去看看他的好朋友金凤岭下的 清天柱 升铁佛与清天柱十分要好 无意中走在这正听高求跟小子房商量事 正好提到了清天柱 升铁佛站住听了几句 啊 他听说高求要杀了清天柱 可把升铁佛下来 他磨头就走 急忙出帅府 他要上哪啊 上金凤岭给清天柱去送个信 因为他跟道文两个人是交往甚厚 这四怪节之中 属他们俩人不错 升铁佛自从来到了泰湾州 他就想去看望看望清天柱 刚才到书房就是跟高求说一声 问问高求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事 是不是把清天柱叫来给民问问安 还没等进屋 他就听起了这么一耳朵 什么 清天柱私通梁山 还跟梁山做了亲了 高太尉火了 要杀清天柱 他就参不住气 这架也不请了 慌张张的 他就跑出了帅府 来到了金凤岭下 高从装兵进去通报 这时候清天柱干什么呢 正在屋里喝闷酒呢 是以酒交仇啊 清天柱心里的别提多烦恼 交了一个好朋友 就是那火闪婆王定六 他有人命 未夺官府捉拿来到我这儿 我好吃好喝好款待 现在没有了 为了笼络收买浪子燕青 把女儿许配给他了 现在是连姑爷带姑娘都没了 最使他烦恼的是什么呀 他老婆上官室 跟他要人 我女儿没了 姑爷跑了 让你给逼走了 你得把这俩人给我交出来 不然的话你这个泪 你就甭立了 你立泪凭什么呀 就你那点本事啊 你这么知道史文公怎么死的 蓝亭玉怎么样 升铁佛要如何了 你们这四怪节已经趴下撒了 就你还不得倚仗 我这把锥呀 我不担这泪不给你立了 我要拿这锥把你追喽 你说这吓人不吓人 给了他五天线 擎天柱只好坐在这喝闷酒 哪找去啊 不用问啊 浪子燕青 带着媳妇 上水不良山了 准是这么回事 正在这喝着一听说谁 升铁佛求见 快请啊 可来了个知心好友啊 如今是老婆也不亲 姑娘也不近 朋友也走了 我怎么办呢 升铁佛来了 我把这肚子的苦水跟他倒倒吧 就亲自接出来 两个人交往莫逆 用不着说那些废话了 什么今日一见三声有幸 拉着手来到屋里 我我我说大大哥 你可闯了 大大大 啊大祸了 进门来还没等坐的椅子 像皮特盖脸来这么一句 今天就打了个冷战 谢弟 我闯什么祸 高泰文药 药 泰文药怎么样 你说呀 哎呀 你倒是快说呀 他越着急这么催他呀 升铁佛越说不出来 哟 还要杀你 啊 秦铁佛一听的脑袋嗡的一下子 刚才喝的这肚子闷酒啊 全没了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杀我 他说你是司通的 啊 啊 梁山 升铁佛就把知道的这点事 跟秦天柱说 秦天柱怎么一听 咯 刀啊 一脚 把桌子就踹翻了 升铁佛一看 哎 你这是 确为何 何来 何来 我冤枉死了 秦天柱的话音还没落 趴连龙怎么一条 他侄儿 铁杯并精 熬到外边进来了 满面春风的 冲着他识了个礼舒服 太位高殿帅 派来了两位中军官 请您是过府 饮宴 酒无好酒宴无好宴 下发甭说了 高丘把圈套已经摆好 这就要杀他了 升铁佛一听 这可了不得 大哥你可去 去不得呀 升铁佛让铁杯并精熬 告诉这二位中军官 说他随后就到 铁杯并精熬出去了 没有片刻回来了 说人家这两位中军官都不走 太位有君旨吩咐得很清楚 必须陪同秦天柱 道帅府 甭问 这是把人看上了 怕秦天柱跑了 把升铁佛急得是擦拳魔掌 你说这可怎么办 秦天柱这时候倒踏实了 不要着慌 告诉他侄子 你好好款待两位中军官 说我更一更一 立刻起身 这时候升铁佛就埋怨开了 他埋怨谁呀 就埋怨秦天柱 这都怨怨怨你呀 怕老婆的结果就是这样 这样你为什么把女儿给了燕青 你这不是找着倒霉吧 这不是 没事自己弄一脖子狗鹰 抖了也抖了不了了 说什么也说 不明白了 难为你这么大的一位英英雄 怎么办这马背双安的事情 这边接了太尉的重礼在神州立类 那边你又扒进人家水 水泊梁山 把姑娘给了燕青 秦天柱一听你别说 你埋怨错了 先帝 我踪踪践践都是为了神州类 就是没有这座擂台 我也和水泊梁山是势不两立 你们几个在住家中惨败 我全知道爆配林社什么结果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我为什么要把女儿取配给浪子燕青 我是真心实意想把燕青收在咱们的手下 给神州类出一份力 我跟你是无话不说 江湖上也这么传 我自己也承认我是有点内部剧 我怕你家嫂嫂主要怕她的北斗追 这次能在高殿帅跟前承担下来做泪主 我所倚仗者就是这把北斗追 我想拿这把追把水泊梁山斩尽杀绝 放出我胸中这口恶气 现在直落的是鸡飞蛋打呀 女儿也搭上了燕青也没收过来 高殿帅还要杀我 我还背上了一口大黑锅 现在看来是洗也洗不清了 我立即动身跟随两位中军官到泰安州取见便帅 哎呀 圣铁佛听到这儿啊 他们两个手一个就来摆 不不不不行 你去去吧 任兄我可真不知道这个事是没呀 这个事怨怨我 圣铁佛为什么埋怨起自己来了呢 他是说我在后窗啊 没太听明白光听了这么一个沙字我就跑出来 现在圣铁佛也想了好多事 他知道在高殿帅屋里坐着的只有小子房 难道说是小子房张力说了秦天柱什么坏话了 怎么殿帅高秋刚到这儿 而且他的行动那么诡秘 刚来到泰安两三日怎么就能知道秦天柱这么多的事呢 这奇怪 要是这么说的话呀 秦天柱人兄你就不用着急了 我破除死命 分身碎骨 我也在高殿帅面前澄清你的罪 最后秦天柱听到这儿苦笑一声 如今于兄我不把希望寄托于什么澄清和宝举上 你略后片刻吧 圣铁佛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秦天柱就搬后边来 以为他去更衣 他真的去更衣去了 换完了衣服来一件上官室 进屋一看 上官室正在打点行囊 秦天柱进门这一瞬间 上官室正在开那祖宗刊 看来呀 是要取北斗锥 一看他丈夫进来 上官室一转身 这锥不拿了 坐在那儿了 这种场面 对秦天柱来说是常有的事情 本来他已经迈不进门了 上官室手里拿着北斗锥 看他进来 框 当时就锁起来 夫妻分心呢 在这方面也挺厉害 今儿个呢 秦天柱没有任何表情 你拿不拿都不要紧了 因为高电帅要杀我了 他看看上官室 满脸的怒气 秦天柱知道 还是为找女儿的事 他明知也得问一声 夫人 你收拾东西这要干嘛 上官室一听 这话问的是废话 干嘛 我给你五天线 让你把女儿和女婿找回来 今天几天了 你根本没动窝 我已经问过了你是坐的前厅那儿一个人独着自饮 你喝酒就能把女儿女婿喝回来吗 现在我不用你了 我要亲自去找 好啊 夫人 你找得好 上官室还觉得奇怪 看秦天柱丧荡游魂这个样子和往常不同 难道出了什么事呢 秦天柱是强作校园 夫人啊 你去找女儿找的对 应该多带一些人 无论如何把女儿找回来 把女婿也请回来 你能在这儿待就住在金凤林下 不能在这儿待就随着女儿女婿上水破凉山吧 山官室听的这地方更觉得奇怪 哎 今儿秦天柱怎么了 啊夫人哪 你我夫妻一场 我有好多对不起你之处 请你见着女儿的时候 转告女儿欲还一生 我这个做父亲的 是愧对于他 今后你们母女二人相依为命 互相珍重 我报文告辞了 说完身时一礼 转身就走 这下上官室可害怕了 坏了 秦天柱磨得了 他从来也没这样过 一马把他给抓住 装诸切满 咱们家到底是出了什么事了 你怎么这样了呢 秦天柱叹了口气 夫人 我闯了祸了 经营电帅高雄 已经秘密的来到泰安神州 不知什么人在他跟前说了些什么 说我私通水破梁山 高殿帅要杀我 所以我这是向你来此次行 放开才说了这么几句话 从此一别 就没有见面之日我此去泰安凶多吉少 夫人不必再多问了 哎呀 上官室听到这儿 腾腾往后退两步 就坐在椅子上 他也吓坏了 不管怎么说 是夫妻之情 这个事没有秦天柱的事 眼睛在庄上招亲 是我一个人的主张 要去也不能叫庄主去 由我上官室去泰安 见一见 便率高雄 哎呀 秦天柱一听 那可使不得呀 为什么使不得呀 第一个说太尉高雄来到泰安神州 他是秘密而来呀 谁都不让知道 这是方才圣铁佛来看我 给我通风报信 我才知道 要不然连我还蒙在鼓里呢 第二 你个女流之家 不能抛头露面去见她 再说 秦天柱说不出来了 这个事情是我的事 有人告我司徒水破良差 我怎么能叫我的夫人 去给我说情去 那这张脸面放的什么地方 那还不传扬出去呀 是她老婆保了她一条命 所以秦天柱不让去 上官室为难了 我见不让去 那么你要见她 她就要杀你 这怎么能行啊 合着上官室有点舍不得 那当然 一日夫妻百日恩 莫看素日 上官室对秦天柱存有戒心 那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眼看丈夫去泰安 就伸手易处了 他怎么能不挂心 想来想去 上官室忽然心生一计 他笑了 庄主 你不必担忧了 我还有一个计策 哎呦 上官室这两句话说的温柔柔软乎乎 晴天柱 眼泪差点掉下来 这可真是儿女情长 英雄气短 他这么一看 果然应了那句话了 是火 他就比灰热呀 你看 说了龟齐家一早晨 还是夫妻 不是 不知夫人还有什么妙计 说我听说高求这个人 是爱饱成痞 其实上官室这是抬举高求 什么爱饱成痞 他贪心太大 高求本来就是一个建立妄议之徒 要不怎么宋朝闹得那么糟呢 古人说诸侯浩利则代夫弊 代夫弊则是贪 是贪则数人到 上边的人 你支掌的大权 你建立就贪 都越多越好 那下边的士大夫不跟你学呀 士大夫学老百姓学什么呀 什么也学不着 他就偷呗 所以这国家慢慢的就危险了 高求浩宝连上官室都知道 您想想上官是为什么提这个事呢 八十万禁军教头临冲发配 不是就因为一把宝刀引起的吗 今天上官是集中生智 怎么才能救自己的丈夫呢 只有凭借我的北斗神锥 这次高求能重金相聘 请你出来做泰安之类主 其仗不仅是你的武艺超群 还有咱家的神锥之力 这次你把锥拿到高求的跟前去 他真的要杀你 你就欣然受斩 说高太宇你待我有知欲之恩 虽然我被你杀了 我也不怨恨 杀我之后 你还得另寻泪主 神州泪还是得摆啊 怎么办呢 只有此北斗神锥 可以克梁山的上将 就连金枪将徐宁的雁灵宝凯也架不住拿这个锥刺 所以我把这东西送给你 高求他再残忍再凶暴 他也不能杀你了 我这是以神锥买庄主你的性命 晴天柱听这会儿真是感激灵涕 已经不是什么一一道地了 他往左右两边前里后后看了看 四处无人扑腾一下 他给上官是跪下了 这也不算寒碜 谁也没看见 上官是把他搀扶起来 拿钥匙过去嘎啪这么一声 把那老祖刊打开 右肩里头就把这北斗金锥取出来 这时候您再看晴天柱那两只眼睛 那眼光比那锥尖恐怕还锐利 他这还尽量掩饰着 今天把这锥给他了 他赶快把头子一低 双手把金锥捧过来 那锥刚到他手里 上官是又拿回去了